兩晚的最棒分析 現在就完成了 首先進來 大家看看網絡 屋不屋的畫面 那些可以嗎 另外 有沒有通知 有沒有推播 先喝一口水 早晚 聲音比較沙 不好意思 看看進來 有沒有通知 推播 那些 因為我暫時看到 就好像網絡不太行 看看 大家看網絡 那些可以嗎 因為我這裡 有時候動一下 有時候不動一下 弄得我的手也要動一下 要來試試網絡 看看行不行 又不動 可以嗎 可以嗎 他看到好 好 看看 再多等一點 對了 我這裡真的 真的比較窄 不知道在你們那邊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試試我這部電腦 這邊也有點窄 OK 有沒有通知 有沒有推播 聲音畫面 進來也可以 可以 照舊了 先給個like 又不是好見 沒有見 在啤梨晚報 他也有見 OK 好 因為這一集最想分析 特地為兩個網友而設 因為有些事情要通知他們 不是 我又沒有他們私下的聯絡 如果他們 聽到名字 正常他們來到也會報道 又很緊急 如果現在不通知 又太遲 所以本來想等到今晚才做 不是 如果今晚才做 通知這兩位網友去拿東西 就好像遲了少少 待會看看這兩位網友是否在 好 先講一下這集的最真分析 也很感謝大家這幾天 這兩天 發了很多PM 其實這些說真的 他沒有什麼的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過有時候我個人就補充一點 其中有幾位網友 發給我看 哎呀不是呀 那個人 他說你那個人 原來他經常都在第二邊 在Jama Cantonese那邊 經常留言 尿殺啤梨 甚至連所有跟啤梨晚報有關的人都尿 例如我們有位網友 都給他們尿 那我心想 尿我們算了 不用尿我們那些網友 不過這樣 我自己覺得 也沒什麼所謂 如果你說Jama Cantonese 實在有事 也要多謝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也有不少網友 在這幾年來 有不少網友突然間在網上 這表題這麼有趣 接觸了他們那邊 說有什麼 這個啤梨林康正是怎樣的 接觸了那邊 看了那邊的片 然後再來看我們的片 突然間 這兩人雖然沒有什麼學識 但這道節目都挺有趣 就開始留意我們 慢慢看下去 甚至後來變了喜歡看 就是說Day1 那個年代都是屬於 就是鱷魚 MHK的年代 其實當初怎麼會有他這件事呢 當時我們節目都是做六節的 如果有些比較 知心的啤梨晚寶的觀眾 你會知道 去到一陣子 就不是每一節都是 Feed出去 就是每一節都可以重溫 你給了錢 就是訂閱這個MHK 整個頻道做會員 或者給了錢 成為MHK裡面 只是你收看這個啤梨晚寶這個節目 才可以重溫到六節 不知道都轉過幾次 就是有時候就是Feed第一節 有時候就是Feed頭兩節 不知道有時候是Feed頭三節 不知道 有時候不同的 總之你就沒有得 全部看完 除非你給了錢 反而Azamma對Kantanese 就很快將他六節的影片 放在他們頻道 當然鱷魚就不是那麼happy Belly看到這些不是偷片 但我自己覺得就沒有所謂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認為要付錢的人 就算你付了六節的底 Feed出去 或者你全部要收錢 他付就付 不付就不付 就是我自己個人判斷 其實你付多少錢出去 或者多少錢要付錢 就Feed出去 其實我自己覺得沒有關係 是那些人喜不喜歡付錢你 或者喜不喜歡課金 就是我自己個人判斷 反而當時我就是 就是馬弟 歡迎 他沒有所謂 就是不介意 是有人把我們當時的影片 就是全部拿在他那邊 然後就發放他 他開去 因為對於我來說 其實是有人去看一下 聽一下 最後的收益進去哪個都沒有所謂 當然你說對於MHK 對於鱷魚 當然是有點不利 後來有一次 啤梨就拍不住了 你知道啤梨是屌人 你想在旁邊殺著他 也殺不住 因為就屌得很厲害 因為此此之後 其實他還是繼續把我們的節目 自己分享 就是在他頻道 然後當然標題就不同了 就是我們是混蛋 其實你問我都沒有所謂的 但是我心想 如果我不做最正分析 那他就少看很多節目 少看很多時間 又不是 都說要做 麻煩他又要看 每天又要多看兩個多小時 或者有時候 一個多小時的節目 如果不幸運 那天做三個多小時 你問我都很大 其實他都算是很忠實 就是每個節目 由你啤梨馬報 最正分析 每分鐘每秒鐘都看完 然後還要 就是很快 有時候比肥力更快 把那些片子全部 把他全部剃出來 有時候肥力說 要舉報他偷片 其實不用就算了 都這麼多連絡 他沒有所謂 況且真的有一些人 是看了那邊 然後開始認識我們 都沒有所謂 就是他這些 就是說真的 有些人在這裡 是不是真的這麼壞 他真的會走來看 然後慢慢就喜歡我們這邊的騰道 你十問 有程度上都要多謝他 有幾位網友 甚至CAP圖給我看 你又說你那個人 其實就在那一邊 就是經常留言 抹黑你們 抹黑啤梨 甚至抹黑你們的粉絲 抹黑跟你們有關係的人 如果你說這樣 但問題都不是在他身上 問題都是 有時候很多人勸我 都何必這麼粗 都是 很多時候的東西 就看得開一點 其實這個社會也好 很多東西都無必要這麼快上頭 如果不是 短十年命 二十年命 他再這樣 不過你對著這個社會 都不方長命 說真的 這兩晚沒有做最正分析 是多了很多時間 因為其實每一集的最正分析 你不要看 就這樣說話說 就是兩個多鐘 要做的資料 要看很多不同的傳媒 海外傳媒 英文報紙都要看 你知道左中右也要看 因為你只看CNN 只看紐約郵報 或者你只看紐約時報 再加上一個NBC 或者你只看GP 都是不夠 你要左中右才看 有時候會整個畫面 因為有些 右翼那些就適合他們的信息 左翼主流那些 適合他們的民主黨 所以有時候有很多 都是左中右的媒體 所以你才可以全部看完 如果你問我兩個多鐘頭的最正分析 其實你資料的準備 都要一至兩倍時間 即是四個多鐘頭 甚至可以 即是更多 如果你計算是 做節目都兩個多鐘 你準備啤梨晚報 雖然啤梨晚報 其實就是和這個最正分析 有些資料是重複了 有些資料我只會 這些適合阿啤梨講 就會特地在啤梨晚報講 有些資料 不太適合他發揮 就留在最正分析 這個是怎樣去取捨 每天去想 和譬如最正分析 我就要編排那個次序 時間 都是用花很多功夫 除了看資料之外 另外我看到網友 麻甩佬他在這裏 周周不知道是否在這裏 因為尖沙咀他市集 就提醒那個月餅 記得走去拿 在清真寺斜對面 即是在匯豐銀行 行前兩三秒就到 記得去報上你的名字 然後拿來那顆月餅 因為即是他中秋 最好是今天星期六 或之前他去拿 如果今晚才做最正分析 就不能跟麻甩佬和周周 去交代這個信息 最好就是 當然 因為月餅挺好吃的 不要浪費 八卓茶那些 尤其是八卓茶真的不錯 如果有時間都可以 早一點去拿 真的不錯 真的挺好吃 免得浪費了 好了 講完那些事情之後 交代完之後 就做這個最正分析 今天只有很多新聞 但主要都是國際新聞